加薩走廊在昨天可以说是最血腥的夜晚 怎么说呢 好来看到这是根据了卡达所属的半岛电视台所做的报道 说在昨天呢到今天可以说是 这一轮尾巴冲突以来加薩最血腥的夜晚 以色列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 不断的发生了空袭的事件 至少算一算有25次 也导致呢加薩地区有400多人死亡 而且呢仔细来看从地图上来看到 其中最密集的一个地区呢 是发生在就是在加巴里亚 这个难民营的地区 这个地方被认为是这个加薩地区呢 最拥挤的地区 在这边居住着超过了12万的巴勒斯坦人 那么在昨天的空袭之后呢 至少是有400人死亡 好我们要先来看看最新的画面 因为以色列军队持续的进行的轰炸 在当地的22号呢 以哈双方首次也发生了地面的冲突 目前是没有传出人员的伤亡 但由于呢这个加薩的危机加剧 英国前海军上将就分析 到时候恐怕将会有7个国家被卷入冲突 会引爆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加薩天空一片烟雾弥漫 惊现两次爆炸闪光 以色列持续对加薩空袭 造成至少数百位人民死亡 同一天哈马斯以及以色列部队 在加薩南部交火 哈马斯宣称当时摧毁两辆 以色列军用推土机和一辆坦克 迫使以军撤退 以色列国防军也证实 在加薩执行任务时遭到哈马斯攻击 并用坦克回击 这也是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两军首次在地面上正面交火 以色列也表示将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地面作战 以巴战争从开战以来已经超过两周 双方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5000人以上 而以色列国防部长也在今天表示 这场以巴战争可能将持续好几个月 而且誓言将哈马斯斩草除根 并宣称不会再有哈马斯这个武装团体 不过以色列猛烈攻击加薩 现在世界各地也都在为巴勒斯坦人民声援 英国前海军上将分析 如果加薩局势持续恶化 在复仇暴力抗议 以及大量平民伤亡的结合之下 这场危机就像即将引爆的火药桶 英美两国可能向以色列派出地面部队 届时黎巴嫩 叙利亚 伊朗以及俄罗斯 也将卷入战争 恐怕将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记者综合报导 英国的退降认为说 这恐怕会变成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因为看起来呢 在空袭的部分 地面的部队现在呢 那么整个战事呢 可以说是越来越激烈 我要问一下量格 因为看到在昨天晚上 其实短短的时间之内 24小时之内不断的有大约25次的空袭 那加萨地区有400多人死亡 而且他现在的轰炸的地区是不分 不分了 包含了一些最密集的 像是难民的部分 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 就是巴勒斯坦人很多 那他另外也认为说 会不会里面是有哈马斯的人 他都这样讲 都是在里面 那除此之外 他找那个医院也这样讲 炸医院的时候也是这样讲 那另外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看到 其实他一些的这个民宅 都已经是被移为平地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 这次又有两家的加萨走廊的医院 也是遭到了轰炸 所以量格怎么看 现在以色列是不管了 完全的全力的 要把它变成一位平地 因为大家按照战争法 或国际人道法 本来学校 寺庙 还有医院 就是属于不可以炸的地方 宗教之地 不可以炸的地方 不可以炸 那可是因为大家也认知不可炸 所以纳米亦也躲在这里 那哈马斯也躲在这里 这是事实 所以以色列就是不分了 可是你不分 你这样的行为就已经违反战争法 就是违反国际人道法 那只是因为没人哪里有办法 不能神之以法 因为你背后有一个国家叫美国 美国 最重要的仲裁国家是美国的话 那如果他不仲裁也没用啊 也不是这样讲啊 就是因为巴西事实上在联合国安理会有提案啊 那在安理会的全会15个国家 有12票赞成啊 那美国一票否决啊 就否决了 事实上巴西的提案就是 这个时候要实施人道暂停嘛 说你已经军民不分在给人家打了嘛 那目前这个地方 根据联合国卫生署啦 那个卫生组织啦 还有比如说儿童基金啊 有五个联合国的公益团体 都认为这里目前已经遭遇了空前人道危机 对 所以巴西就是根据这样 来提出一个叫人道暂停的方案 结果美国拒绝啊 对 目前看起来但是美国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呢在昨天晚上发生了这个轰炸之后 大轰炸之后 其实有六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其中也包含了美国 我念一下包含了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美国都联合声明表示说 希望以色列要遵守国际人道法 要保护平民 然后利用跟该地区主要伙伴在内的 外交势力来防止冲突的蔓延 这个叫屁话 屁话 你为什么不是让安理会通过决议 对 安理会如果通过决议 那联合国就会直接 那个比如说会派和平部队来制止 对 你讲这种屁话没有用嘛 那以色列去干你怎么办 联合国维和部队现在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要安理会做决 一定要安理会通过决议才可以 所以现在也是卡住了 好 它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里面呢 有很 这个比较紧急的情况需要人道的救援 我们知道说在21号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有一批的在 20辆的巴士是已经进入去进入人道救援 但是里面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 那接下来在22号晚上有第二批人道救援车辆 也进入到了加萨走廊 根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加萨的民众所获得的物资 包含了有粮食 有水跟医疗用品 但是并没有燃料 这个位在加萨走廊有一间的医院呢 医生就警告说 当地的电力一旦中断的话 有许多仰赖呼吸器的新生儿 恐怕他们的性命是不保的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家医院是有55名的新生儿 是需要有呼吸器 需要有电力的 但是除了这家医院之外呢 其他的医院也有很多的新生儿 是需要帮忙的 因为我们看到有个数据 在这个加萨走廊 230万的居民当中 大约就有5万名的孕妇 那平均每一天呢 本来就有大约160名的产妇会分娩 也就是说每天每天 就会有新生儿出来 那这新生儿如果他所接受到的 要保温箱 要保温箱就没办法 所以目前来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做一个统计 加萨地区的医院之内 至少还有120名的新生儿 是在保温箱里面 那其中有70个是需要靠机械 通气维持生命 所以刚刚就像那个医生说的 他很担心啊 万一要是没电的话 那这些生命不就会受到威胁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都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处理啊 以色列就是断水断电 断粮断药 那现在人道物资就是 电没办法供应 你水有办法供应嘛 对不对 粮也可以供应嘛 药也可以供应嘛 他刚刚有说一个燃料 他刚刚说有个燃料 对嘛 可是以色列就把它当作 可能可以军用嘛 他把这些会拿去用 对 所以他就不让进嘛 事实上 这个地方本来就有一大堆烂民 那本来每天要进来的卡车 就是100辆 结果现在只有五分之一 我看到的数据是说 他们一个月大约是 会进入大概600辆 这么的多的一个卡车的物资进来 所以现在如果整个停住了 可是你那个600辆 那个时候北部的人还没有挤过来 还没挤过来 现在需求量会更高 当然啊 你北部的人过来都是没有房子住 什么都没有 而且听说110万 听说已经挤过来将近100万人了 但是人挤人 那你去想一想南部本来就是130万 120万左右 那北部是110万 而且他这个地其实很小 是啊 所以等于是110万都挤过来的嘛 你可能没有多余的房子啊 那可能很多人都是搭帐篷 都是搭帐篷 你可以想象那个状况 其实我有去采访过难民营 就是在这个叙利亚跟别旦都有去看过 真正的难民营 就还没有 联合国还没有记录时候的难民营 那是帐篷吗 帐篷 那不是也不算帐篷 就是像比如说那 有人的那个扛棒或者是布 然后直接盖一盖 然后地上就随便弄一块布 那地上都是实力啊 就是你睡在那个上面其实非常不舒服 没有什么门啊 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在等待联合成为难民 他们在等待成为真正的难民 因为他在等待之前 他虽然是难民 但还没有拿到难民的身份 所以他是有一个过渡期 真的很惨 所以现在目前加萨地区 所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战事 还是在持续当中 在10月22号呢 哈马斯说在加萨走廊南部的 甘尤尼斯市附近呢 他们是摧毁了两辆军用的推土机 还有一辆的战车 他们摧毁的是以色列的军用的 这个推土机战车 迫使乙军弃车撤退 撤回了以色列 所以这是哈马斯的讯息 他们就是觉得 他们打赢了这个以色列 让他们逃跑了 那以色列军方在礼拜天呢 这个部队在这个加萨进行任务的时候 哈马斯呢就朝着乙军的战车 还有工程车的车辆 也发射了反战车的导引飞弹 造成有一名的乙军丧命 跟另外有三人受伤 亮哥他们现在呢 本来讲说以色列国防部 本来不是讲说他们有三个阶段吗 第一个阶段呢 接下来就是要进入 地面要进入到加萨走廊 但是如果现在看起来 进入加北地区 进入加北 那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他们要用地面的作战 势必他们会遇到了一些的反抗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哈马斯 当然还有一定的交战能力 那他推土机准备了四百步 那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以色列说 你加萨北部留存下来的人 我都四同共犯 都是算共犯 都算哈马斯共犯 你为什么不走呢 就我已经告诉你要走了 对所以我跟你讲 接下来的惨烈就是说 那是不是留下来走不掉的 你都杀掉 这很可怕 那那个人可能有十万人 就直接这样子 不是因为他接下来的做法就是 他要把那个建物整个轰平 然后如果有找到地道的入口 他就把他封掉 他目前的做法是要这样 那只要看到哈马斯就杀 那有些人不是哈马斯 可是他是因为他走不掉 所以他也算是交土策略 整个把他全部都移位 可是交土策略我们一般是说 就全部都用烧掉 那他现在就是稍微坚固一点的建物 他就把他推倒 或者把他炸倒 那他也不能出 那因为加萨走廊最大的城市 叫Gaza City 他在北部 那人口就将近65万 我觉得他就是要把Gaza City 整个摧毁了 非常明显 那你不走是不是 那你就陪葬 所以他是从北部一路的往南 他有画一条线 可是很多人都在怀疑他真正的战略用心 就是他的战略用心可能是意图 我们讲战略意图 他的战略意图就是可能要逼 加萨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都去西奈半岛 可是现在埃及不开门 是啊 对 那怎么过得去 到时候就 你现在就有人道灾难 那联合国就开始介入要求埃及开门 那埃及开门前联合国来出 我认为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完美计划 所以他是要把这些难民全部都赶到西奈半岛 赶到埃及去 赶到埃及去 对西奈半岛 然后这个地方就成为缓冲地带 那至少没有巴勒斯坦就不会有哈马斯 反正在他的境内他不要有这个哈马斯 我认为是啦 可是问题就是说他的三阶段 我认为第一阶段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他的第一阶段叫做消灭哈马斯 你怎么知道哈马斯在哪里 人家脱了军装就是巴勒斯坦 所以他现在无差别的空头 对可是问题是 可能哈马斯很多已经到南部去了 因为你不是准许人家撤走吗 那里面怎么会没有哈马斯 他是先北部啊 接下来就南部啦 没有正当性 没有正当性 他的逻辑是说因为哈马斯还没杀光吗 我跟你讲到时候美国没有办法支持了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牵涉到 国际为什么不能支持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居民不分杀嘛 那这个已经违反人道法 你不能够处理的地方像学校啊 清真室啊医院啊你都照炸 这个国际社会不可能允许的啦 这是第一点 那他现在就真的照干 那第二点就是比例啦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总共杀了1400人嘛 那算到昨天啊 以色列已经杀死了巴勒斯坦人 杀死了4135个 三倍 已经三倍了 那请问你要杀几个才够啊 什么叫比例嘛 对 那这里有10万人啊 那你如果继续杀 杀到1万人 你认为国际社会可以容忍吗 而且看起来就像平民啊 因为走不掉的你可以想像是谁嘛 可能是老人嘛 然后妇女嘛 小孩嘛对不对 病人嘛 大家可能不晓得说 难民他要逃离现场 逃离他的家园是需要钱的 是需要钱的 因为他要有交通 那都是要给钱的 现在已经没有交通了 都是用走的 因为不远 不远 你大概走十几公里就到南部了 你到了那个点之后 你还自己要花钱去租一个帐篷 不是说没钱 你随便住一个地方不是的 那请问你那时候是怎么去的 蛤 你是怎么去的 你说我去叙利亚 我是透过了那个非营利组织去的 那是很难 因为那个地方不容易进去 那你是从叙利亚进去的吗 我从叙利亚进去 非常的痛非常的难喔 难在哪里 就是说我进去的时候 我的护照是被检查了三次 他从我第一次 我去过很多国家 他怕假护照是不是 不是 他问我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 然后他把我的护照从第一页 就看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 翻到最后一页 然后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 然后再从最后一页再翻 翻到第一页 再问我一次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 那我可以肯定他在我护照上面 找不到以色列的章 因为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没有盖章 对好就是题外话 就是题外话 因为我在去叙利亚的前两年 我去了以色列 但是我知道说会有问题 所以我进海关我就说不要盖章 反正就是有 是是是 很麻烦 你如果去美国 人家发现你去过伊朗 那也是很麻烦 也是都很麻烦 好就是你去几个国家 然后你要再去另外的国家的时候 就遇到一些困难 但我们现在看到 加撒走廊现在面对最缺的是什么 因为缺的是人道的救援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以色列呢对加撒的实施的全面的封锁 满了16天 那第一批20辆的救援卡车呢 是运送的食品医疗用品进入到的加撒 那20辆卡车呢 只有占日常救援的3% 那在以色列对加撒轰炸之前 我刚刚的数据有一点点错误 是每天哦 每天数量超过600万辆 但是你现在那么多天 16天才来20辆 来个十几辆 其实真的很不够 因为它20号才开始开放 对 那我听说今天要改成40辆 40辆 可是还没看到 之前有说23号 就是说今天呢 是联合国的救援的 这个货车要进去 但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这个讯息 好我们看到这个加撒的状况 那中国大陆也派出了中东问题特事 宅卷呢来参加了周末在埃及所举行的和平峰会 因为呢现在有其他的国家当然希望呢 透过外交的努力来化解现在紧张的趋势 那中方呢对以巴冲突所造成大量的平民的伤亡 也觉得非常的痛心 因为呢巴勒斯坦的生命是同等重要 对巴以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人道局势急遇恶化 感到非常痛心 以暴制暴 只会陷入恶性循环 当务之急 是尽快停火之战 中方将继续支持一切 有利于推动对话 恢复和平的努力 我们也将为落实两国方案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全面 公正持久的解决 做出努力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选控 那么多休闲 我会想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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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状况 我会想要提供